大雨狂炸 山區野溪變黃河 滾滾泥流好像快要滿出來 週五下午水利署對南投中寮 發布淹水一級警戒 還有陶醫師二十年前 在私有地挖了一個池塘 因為好雨來襲 雨水四處一流 畫面十分驚人 另外台中新社 黑色柏油路上 土黃色 積水蔓延 汪洋一片 水流湍急 一下子懵得衝走民眾家當 但沒人敢撿 水淹到小腿肚 路上的車輛 經過喵漸起大片水花 中河街一段到二段大淹水 一旁樹林彷彿遭遇牆台襲擊 倒一片蠻木窗椅 不只我家門前有小河 家裡面也有 雨水沖進民宅 讓住戶苦不堪言 就有雜貨店老闆 就算住著拐帳 也要阻止駕駛開快車 車如果來比較快我就走路上去 車快有嗎 水都被人在裡面去拚 就連台中東勢山區東坑路 因為暴雨路面出現長三公尺寬 兩公尺的巨大黑洞 預計週一才能恢復通車 新社區浮明農路 還有比人還要高的巨石滾落 重機具全力清除 幸好在中午前就已經搶通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